改革不彻底,就是彻底不改革,上篇 大家好,我是银娟,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下文原创张世之,来自微信公众号奥派经济学 文章有六千多字,所以我们分上下两篇来分享 本期是上篇 米莱在达沃斯的演讲在国内外刷屏 但是在国内的支持率却已经开始下降 工会也在筹备更大规模的罢工抗议活动 米莱的任期才刚开始 四年内能否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还充满变数 实际上这并不是阿根廷自由主义路线的第一次尝试 上个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 阿根廷分别进行了两次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 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阿根廷经济不仅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而且再也没有回到常态化发展的正轨上来 人们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没有得到改观 还是在改革的大河里来来回回摸石头 就是没有成功过河 首先我来介绍阿根廷第一次潜藏折址的改革 阿根廷第一次自由主义改革发生在1970年代中后期 当时碧龙第二次执政使阿根廷再次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1976年3月14日右派军人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了当时碧龙夫人也就是伊沙贝尔碧龙政府 实行了长达七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当时在1973年到1976年 解挨着阿根廷的智力 在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统治下通过推行自由主义改革 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阿根廷这边本身就是右派军人发动的政变 他们也希望国家走出困境 回到正轨上发展 他们非常认同皮诺切特在智力的改革 认为必须彻底改革 以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模式 虽然是军政府统治 但他们任命了一位经济学家 马蒂内斯德奥斯担任经济部长 负责推动改革 他跟今天的米莱类似 也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他利用手中的独裁权力 强推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措施 主张通过自由竞争和限制国家的作用 建立一种生产型经济 他初期采取的主要措施 有控制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制 平衡国际收支改革汇率政策 实施货币贬值 削减公共开支 冻结工资以减少公共部门的赤字 同时争取外资支持 以扩大国内投资 在经济危机得到初步控制后 他开始实行经济开放 开放国内市场 降低进口关税 鼓励进口 另外改革宏观经济结构 终止对工业出口的补贴 改革金融体制 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 批准建立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阿根廷的这次改革虽然以智力为榜样 但学习的并不彻底 德奥斯只进行了金融自由化 对外开放和汇兑自由化等方面的改革 并没有真正实行私有化改革 并未有效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相反在某些领域还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而且仍然没有走出举债发展的劳碌 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急剧增长 最终导致陷入债务危机 1980年阿根廷再次发生经济衰退 1981年经济就瀕临崩溃了 逼所贬值400% 通货膨胀率达100% 抵押货款率高达100% 大批债务人濒临破产 无偿偿还贷款 也导致大量私营企业无法偿还美元的债务 国家被迫将这些私人债务国有化 致使公共债务剧增 1981年德奥斯下台 新上任的经济部长随即改变了阿根廷的经济政策 1982年4月 因阿玛岛战争爆发 阿根廷高估了和美国的亲密关系 英美等国家开始对阿根廷实施经济封锁 8月 拉美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整个拉美地区陷入长达10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自此阿根廷第一次自由主义改革的尝试彻底失败 现在再来说一下第二次阿根廷因噎废时的改革 阿根廷虽然从1983年开始摆脱了军政府的统治 但整个80年代经济越来越差 1989年5月在一些大城市发生了社会动乱 当时民主选举产生了阿芳新政府被迫提前下台 刚当选的正义党总统梅内姆上台执政 从通胀率和物价可以看出梅内姆面临的阿根廷局势 1989年7月通货膨胀率高达196% 1989年到1990年消费物价增长了20594% 梅内姆作为正义党人是打着避隆主义的旗帜上台的 但是上台后很快就转向了新自由主义 内外政策也从中左派转向右派 他当时国际上流行新自由主义 梅内姆也全面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主张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 开始实施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改革 从今天看梅内姆的这些政策和米莱相比 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从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这三方面着手 其中比较重大的政策有以下几条 一全面私有化 二全面对外开放市场 三全面金融自由化 四建立货币局制度和联系汇率制度 B所按照一比例 一的汇率盯住美元 五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总统和国会的选举 都从建监选举改为直接选举 六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亲美外交 七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建立新的养老金 医保基金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八改革劳动市场 但由于国内的主力有关就业和劳动保护的劳工法等法规 未能修改 面对民生凋敝百费代新的阿根廷 梅内姆的改革初期效果显著 从1991年起经济就保持连续增长 90年代成为阿根廷20世纪最后30年中 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 年平均增长率约4.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89年的2605美元 上升到了1998年的9084美元 增长了近3.5倍 另外恶性通胀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通胀率下降到个位数 外资流入大幅上升 改革期间流入总额达650亿到1200亿美元之间 有利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 进出口总额从1990年的260亿美元 增长到了2000年的500亿美元 外汇储备也在1999年达到了280亿美元 宏观经济结构上 阿根廷的第三厂业 特别是金融和大型商业等也得到较大发展 但这一时期阿根廷出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 那就是贫困化与经济同步增长 甚至是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都成倍增长 按理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普惠的过程 但在阿根廷这十年却是贫困人口增长最快的十年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 贫困化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再迅速增加实在令人费解 根据阿根廷官方数据统计 1999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比十年前增长了一倍以上 贫困率从1991年的7.2%升至1999年的14.5% 极端贫困率从1993年的9.3%升至1999年的14.9% 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29.4% 1999年阿根廷全国约有1200万贫困人口 2001年贫困率突破40% 2002年达到了53%以上 2003年升至54.7% 同样令人不解的 还有就是就业形势 一般情况经济上行就业率肯定会增加 但是在90年代的阿根廷 就业形势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 反而不断恶化 失业率持续上升 在梅内姆执政的10年间 阿根廷总人口增长了21.5% 而失业人口却增加了156.3% 失业人口绝对数激增 长期的高失业率导致社会贫困阶层扩大 进而形成了一个由失业者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 长期累积的贫困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 2001年随着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加剧 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愈加严重 12月初又实施了冻结银行存款等措施 阿根廷经济陷入了瘫痪 人们的怒火也被点燃 随即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抗议和暴乱 成千上万的商场惨遭洗劫 最终在2003年的大选中 人们不再相信新自由主义那一套 转而支持正义党左派候选人 基什内尔使他在第一轮选举投票中 就以78%的支持率胜出 基什内尔上台后 全盘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开始强调社会公平和公正 走上了另一条路线 新自由主义在阿根廷的实验 就这样以前扮成高歌某镜 后扮成寥寥草草而收场 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 不仅让人追问阿根廷再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